哈喽小狗叔宝我们好久不见 今天呢要来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两生好物 那我们就开始 第一样东西呢是这个桂圆红枣枸杞茶 它呢是一盒里面有六道 然后里面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就是非常适合你带出去也可以 而再加泡也就是一次 这样一丝用热水一泡都很专业 它里面呢有枸杞红枣和桂圆 因为我气血不足嘛 所以我就得多喝一点大补的东西来补自己的身体 这个是河马 就是我逛河马的时候无意间看到 哎还有这种 我就买了 这个推荐给大家 然后第二样东西呢也是一个茶 它是一个叫静棉茶 还有一个名字叫酸枣人百合晚安茶 因为很多人睡眠不足嘛 所以呢酸枣人百合茶 它是可以帮人进入到一个深度的睡眠 让人有那种浓浓的睡意 反正我喝完了是很有效的 就是每天睡觉夜里就不怎么起夜了 它里面有桑圣 桑叶百合 山药 枸杞 枸林 还有酸枣人 它也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然后里面是这种样子的 你每次撕一袋 然后泡一杯就很方便 所以这个也推荐给大家 第三样东西呢 也是一个茶 它是叫黑钻 鲜茶 你可以在你疲惫的时候 比如说上班族啊 头脑不清晰啊 觉得特别累啊 老想睡觉的时候你喝一杯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称为它是叫元气茶 喝完了之后就精神满满 精神抖擞 它里面的配料表呢 是有桑圣 黄金 黑芝麻 黑枸杞 黑豆 还有附盆子 这个泡出来就是那种黑黑的 因为它里面有桑圣嘛 所以这个也推荐给你们 下一样东西呢 是 黎麦亚马子高鲜黑芝麻丸 然后呢 这个是黑芝麻的味道 这个呢 是加了椰子的黑芝麻的味道 这两个呢 是 也算是小零食 但是也是养生的好物嘛 养生小零食 因为如果我们平时包里出门啊 出去玩啊 上班 可以带一些这些放在包里 有的时候 饿的时候也没时间吃饭 这个饱腹感特别强 而且呢 这个椰子的味道它特别浓郁 然后呢 黑芝麻呢 它可以就是让我们的头发啊 变得浓腻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养生小零食 好 下一个 地灯 它是陈皮 是我妈在菜市场买的陈皮 然后她拿一个袋就这样封起来 这很方便吧 这种密封袋 陈皮呢 它也是一个可以让人静下心来的一个东西 每次我喝完陈皮我就觉得哇 好舒服啊 就是觉得自己身体很通畅 所以这个也是推荐给大家 因为陈皮它有很多种 我也不太懂 所以你们大家可以去自行搜一下 或者是去专门卖茶叶的地方啊 去听一听卖茶叶怎么跟你说的 好了 今天呢 就分享这么多养生好物 好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